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于21日夜间驱离 但于22日凌晨再次跟随渔船驶入 共同社宣称 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渔船周围部署了巡逻船以确保安全 并警告中国海警船离开 报道还称 另有两艘中国船只22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思联区航行 其中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 是日本渔船先闯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随后中国海警依法行驶主权前往驱离 然而日本并没有收敛 日本渔船隔日再次闯入 中方海警果断出击 捍卫中国领土主权 但日本官方消息却颠倒黑板 将此次事件说成中国海警尾随日本渔船 日方已在试探中国对钓鱼岛的底线 事实上 日本已经不止一次拿钓鱼岛大作文章 据环球网银元日本共同社交集 多名日本政府官员透露 日本政府在长崎县大村市竹松驻地 部署第三支水陆两席机动部队 而水陆两席机动部队的部署 绝不是空穴来风 报道说成 日本政府曾计划将第三支水陆两席登陆部队 部署在训练环境更加的北海道 但为了加强与第一第二连队 驻屯在冲绳的诸日美军的合作 以应对中国在冲绳 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施加的军事压力 日本政府暂时决定 将第三支部队部署在长崎县大村市 日方甚至透露 美军也将参与其中 这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挑衅 为应对日本的挑衅 中国海警频繁地在钓鱼岛附近巡航 结果日本航船果真再次上门的挑衅 但是这次 中方自然不会让对方图谋得逞 对于日方无理的行为 中方早已严厉声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四月表示 近来 日方一直放任所谓来历不明的渔船 赴钓鱼岛海域私事 这是当前钓鱼岛局势处于复杂的根本原因 只能说明 日方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瞅心积虑地 想在钓鱼岛问题上碰瓷 升级海上态势 并嫁祸中国 对于中国海警的行动 赵立坚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 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 坚定不已 将坚决应对日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我们再次严肃敦促 日方阁首周日四点原则共识 切实加强内部管束 防止局势恶化升级 面对日方的挑衅 中国海警果断出手 再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谁才是钓鱼岛的主任 由于美国军舰的到来 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大部分都跟中国有着领土争端 想趁此机会进来分一杯羹 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年 日本的钓鱼岛挑衅动作越来越频繁 跟中国海警针锋相对 但是钓鱼岛又岂能容这些跳梁小丑下野 中国海警一直在钓鱼岛附近巡逻 及时对非法闯入的日本渔船进行驱逐 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在中国海警的常态巡逻下 日本渔船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嚣张气焰 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 对我国钓鱼岛的执念 看到钓鱼岛登不上去 他们最近又想在附近开设直播 邀请国民进行围观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议员正在制定相关计划 他们建议先派相关人员坐船 前往钓鱼岛附近 然后架起摄像机进行录像 并传播到互联网上 不得不说 日本议员开脑洞够大的 并且似乎忘了 钓鱼岛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 把钓鱼岛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 先不说日本政府是否会同意这个计划 想在中国海景眼皮底下 架摄像机 还要进行实时直播 这明显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要知道 中国海景可不是吃素的 日本议员又怎么保证 到时候国民看到的直播画面 不是日本渔船被击沉 按照这群议员的设想 如果要对钓鱼岛进行直播 每月需要花费数千万日元 他们准备让日本民间募捐这笔资金 显然这就更加天方夜谭了 其实相较于钓鱼岛 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会 才是日本政府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这两件事没有钱都办不成 现在已经快把财政掏空了 所以现在日本议员 顶多也就是打打嘴炮 所谓的直播很难落实到实处 虽然日本议员只是在打嘴炮过瘾 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的野心 对于旁边的这个邻居 中国历史上已经吃了好几次亏 日本每次跟中国学完东西后 就迅速翻脸不认人 作为一个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岛国 日本注定要走向英国一样的海权路线 想要在国际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 就离不开向外扩张 70年前日本已经试验过了一次 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悟 日本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放弃了向外扩张 70年来日本一直在隐忍 就是在等待一个天赐良机 随着美国总统拜登上台 美国印太战略开始出现转向 现在的美国需要更多的帮手 来帮助他们围堵中国 对于拜登来说 日本是印太地区的不二之选 而日本也希望借此机会重振旗鼓 对于中国的钓鱼岛 拜登和菅义伟之前已经有了约定 美国向日本承诺会把钓鱼岛纳建安保条约 这就意味着美日将在钓鱼岛建立起共同防守 日本政府可以说打得一手好算盘 如果没猜错的话 日本下一步就要解开和平宪法枷锁 让自己尽快变成正常国家 到时候 日本又一势力就可以放飞自我 而周边国家就没有那么好运的 现在美国还没有受到危机 仍然在放动日本肆意妄为 显着非常不利于印太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 不管拜登是怎么想的 反正中国会扛起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任 至少面对日本 我们是绝对不松的 与此同时 日本在一年内狂造三艘最先进的王牌级护卫舰 难道说他们准备在钓鱼岛开始动手吗 随着日本的海军力量逐渐增强 也许他们距离和中国动手 实际上就只差一个借口 尽管现在的日本拥有大批神盾战舰 不过这些战舰使用的依旧是美国技术 自身的运用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制约 这导致了 倘若日本想通过确保自身拥有 摆脱美国所使用的军事力量 单纯使用这些神盾舰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美国方面 不可能为日本提供反舰导弹或者巡航导弹技术 又或者能够在舰对舰导弹 又或者舰对空导弹之间切换的 标准六技术体系以后 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研发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未来 选择改写和平宪法 又或者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时候 发挥出足够的实力 因此 日本海军实际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的 并不是那些拥有神盾系统的大型战舰 而是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秋月级 因为只有这一种战舰才是日本在关键时刻 才能真正使唤的洞 而不是完全看着美军力量形式的战舰 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秋月级已经不能满足日本海上力量现在的需要 日本必须研发并且建造一款 拥有足够强大力量的新式战舰 来取代已经落后的秋月级 才能保证这个国家不依靠美国力量的前提下 满足自保 甚至扩张自身军事力量的需要 当然 尽管日本已经研发出了大量的新技术 不过直接将这些技术应用到最新式的通用驱逐舰上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DDG1000和福特级已经验证了 在不经验证的前提下 将新技术应用在大型战舰上 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因此 在日本介绍用于 缺带秋月级的新一代通用驱逐舰之前 一批为新技术进行铺垫的小白鼠 实际上是有必要的 所以 三世FM并不算是什么黄牌战舰 而是日本新一代海军力量开发的原型和试验品 倘若三世FFM户役舰 在未来发挥出了他们自己应用的作用 那么日本就会在这款户役舰的基础上 进行扩大和升级 并借此开发出属于他们的新一代通用驱逐舰 哪怕三世FFM系列身上存在诸多缺险 导致这款驱逐舰的能力并未达到日本的预期 户役舰较低的研发和建造成本 也能让日本通过少量的多批次的快速建造 提升本国造船工业力量的技术水平 因此日本才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 大批量的建造这款户役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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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